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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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講到說 這個等高線的梯度像是永遠垂直 剛剛已經有一個同學 回去願意幫我來證明 所以那個同學在哪裡舉手一下 不見了 在哪裡 剛剛有個同學來問我的 Divergence 那你下禮拜記得幫我 提醒我來說明一下 為什麼等高線的梯度像是永遠垂直 不是很難證明 講一下 那我們剛剛也看了那個 有沒有它的等高 等高線和你的梯度下降的曲線是永遠垂直 有沒有一個簡單的demo 各位回去可以試看看 那我這邊要說明一下 剛剛那個圖呢 我現在把這個程式碼改了一下 我剛剛原先的程式碼這邊是sin 這邊是cos 剛好顛倒過來了 所以我剛剛看圖一直怪怪的感覺不太對 應該是這邊要寫cos 如果這邊cos變成sin的話 你看它的點數從這裡開始 1 2 3 4 5 6 7 8 有沒有 1對應到的顏色就是0 有沒有 8對應到的顏色就是1 所以它是這樣繞一圈的 這樣才比較對 但原先的程式碼錯掉了 所以我先把它改正回來 那這個圖也看起來比較容易解釋 所以這個是各位要小心心的地方 好 我們剛剛會把向量場把它畫出來是在2度空間中 接著我們要畫3度空間中的向量場 所以各位你們的作業 其中一個作業就是要把這樣的圖畫出來 完全靠的只是這個範例而已 你就按照這個範例下去改 一下子就出來了 其實還蠻容易的 所以這邊也是一樣 我用match grid把它產生x座標和y座標 那產生z這個函數是x 乘上exponential -x平方-y平方 那我產生有沒有 xyz給我 我利用這個函數叫surfnorm 產生service的norm norm就是垂直的意思 所以在service上面呢 你可以找出來它的切線 對不對 x方向一個切線 y方向一個切線 兩個切線一出來 你就可以找到它的切面 那跟切面垂直的就是它的norm vector 就是它的所謂的法向量垂直的向量 所以surfnorm就幫你做這件事情 xyz給我 我就可以幫你長出來在每一點的uvw 分別代表xyz的分量 那就代表它是一個向量 那這時候你把xyzuvw送進去 它就會幫你把這個 這個一根一根的幫你打出來 打出來之後你再把service再把它貼上去 兩個疊在一起就得到這樣的圖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好像是 一個曲面上面插滿了件 那每根件都跟它的曲面是垂直的 曲面本來沒有 它定義垂直就是說你在那一點 它要有一個切面 跟那個切面是垂直的 就叫法向量 但我們簡單講就是 跟那曲面的每一點都是垂直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一個一個的件立在上面 quiver是什麼意思 同學查一下 quiver是什麼意思 你沒有網路嗎 網路很慢 難道別人會比你快嗎 如果要慢就一樣慢 來quiver是什麼意思 奇摩線上字典或是 戰動 戰動 那為什麼會叫戰動 有沒有其他意思 只有戰動的意思 所以是指一個人身上被插滿了的劍在戰動 抖動是不是 奇怪為什麼叫quiver 沒有我回去再查一下資料 劍筒嘛 這應該跟劍有關吧 所以你講的應該有兩種意思 quiver就是劍什麼 劍筒 劍帶跟 裝劍的東西 裝劍的東西 應該這劍都插在上面 所以是裝劍的東西 這樣各位就比較容易記得起來 quiver就是裝劍的東西 這應該叫劍包吧 插正的東西叫真包 有沒有你插一根真在上面 這個叫劍包 全部是插件插在上面 好來我們看看等高線的畫法 要怎麼把等高線畫出來 等高線很簡單 很簡單也是一樣 你把pix給它 直接戶下一個函數叫contour 等高線就出來了 然後給它一個z 我給它30 表示我要切 我要畫30條等高線 它從最大值到最小值 就砍 砍出30條線出來 等高線就出來了 這等高線我們之前也講過 我們現在只是再重新講多一點 如果你要畫出特定高度的等高線 比如說我要畫出來 它的高度分別在025 那我就把025送到z裡面去 它就可以幫你畫出來 它就可以把你畫出來 這邊就分別畫出025的等高線 但是在哪裡呢? 我不知道 哪個是0,哪個是2,哪個是5 我猜這個是0吧 這個是0 有沒有它 它的pix圖到這邊是比較平的 所以這邊是0 這邊大概是2 這邊就是5 這邊有個高峰比較高的地方 那我們後續可以把它的高度把它標出來 在這裡你看我們就可以把高度標出來 我說我要畫10條 那利用contour這個指令 產生c跟handle handle指的就是 一條一條等高線都叫做一個物件 在main name裡面這個物件都叫handle 所以不管你叫object或叫handle 意思是一樣 就是這些handle或是這些object 就直到這裡面這某一條等高線 都是一個物件 那c代表它的label 就把label和handle在一起送到c label裡面 它就把你點出來 這高度是好 這高度是好 真的都把你點出來 這就有點像地圖上 或是軍事地圖上面 有沒有 每條等高線都把你標高度出來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這邊到 這邊到6.74 有沒有這邊是最高的 那這邊就比較低 這邊是-1.22 這邊0.09 這邊是越來越高 那這邊是越來越低 這邊是-5.2174 這邊是幾乎要是最低的部分 所以用等高線你就可以 再加上這些高度的label 你就可以大概想像出來 那個曲面是怎麼長出來的 那如果你要在等高線中填入顏色 也是一樣 就加一個contour f f就是phere的意思 把它塞滿顏色 就得到這樣的效果 我們剛剛畫等高線呢 各位看 像前來這裡 都是只有一個z而已 所以它的x座標 y座標都是它的index 譬如說這裡從1到49 這邊也是從1到49 因為pix 預設就產生一個49乘49的矩陣 但是如果我們要對應到正確的x座標跟y座標 就一起把它送進去 在這裡 有沒有pix回傳出來 xyz一起送進來 所以這x的值在-3和3中間 y的值也是附在-3和3中間 然後把這個等高線就畫出來 如果你沒有給它值的話 預設好像是畫出10條等高線 你如果覺得10條不夠的話 你可以送20送100都可以 它就會把你畫出密密麻麻的等高線出來 那另外一個是Mesh-C 這個我們上次講過 Mesh-C 或是Surf-C 不但畫出曲面 然後下面等高線就把你疊到下面 這樣的話你比較容易看得出來 那你甚至可以把它 有沒有用我們的rotative3D on 可以把圖拉上去拉下來 可以這樣比較容易看 就可以看到被遮住的部分 這樣是更好的一種呈現的方式 那你也可以只畫出三度空間中的等高線 這個就看起來比較有趣 就好像原先的一個3 你把它切片 切一片一片一片 切成一片一片的吐司 或是洋蔥圈 一圈圈把它疊上去就變這個樣子 那comment就要contour 3 xyz送進去我要畫30條 東西就出來了 那我們其中有一個作業 就是說你不但要把這個圖畫出來 然後在上面要疊出來它的norm vector 把它法項一起打上去 那你就會畫出一個切片 然後上面很多根鍵插在上面 這是我們作業要做的 其實就是改這個範例和前面那個範例 把兩個範例 combine 起來 答案就出來了 那如果要畫極坐標的等高線呢 這就有點複雜 有一點點複雜 那我可以先畫出來 極坐標反正就是一圈嘛 對不對 我先把它T 這T是要代表是θ的意思 就是它的角度 角度是0到2π 我要切分61點 61個座標點會出來 那R代表它的長度 長度是介於0到1中間 那我每個0.05挑一個 那我把T丸丟到Mesh Grid裡面 就會產生TT跟RR 那TT跟R每一點的combination 就代表我在這個 在這個座標中的一點 所以你可以想像 這樣 這個T是0到2π 0到2π是這樣繞一圈嘛 這樣繞一圈 然後它把你切成 61份 60份 那61個子 所以你可以想像它是切 切成秘密嘛 這樣一直切切切切切 等等 然後R是從0到0.05 然後R從0到1 那每次跳0.05 所以是這樣 一圈又一圈 一圈又一圈 那TT和R裡面 每任一點的組合 就代表這邊的 譬如說這邊這一點座標 這一點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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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所以就長出了一個 一個在幾座標裡面的一個 一個 一個 怎麼講 等分角度和等分它的長度 的一個網狀圖會出來 所以這時候就等於說 產生二圍的擱置點 那這個擱置點 是以極座標為主 而不是一般的直角座標 那接著呢 我把TT跟R呢 我可以把它轉換成 有沒有 Polar to Cartesian 將極座標轉換做直角座標 我就得到XY 那XY呢 我把它轉換成負數表示 就XX加上Square-1 這個就是I 虛速 單位的虛速 再乘以YY 這就是負數的表示 那接著呢 我就按照 我要產生這樣的方式 就造寫 Z點乘三次方簡易 再取絕對值 直接Countour馬上一畫 答案就出來了 在這邊特別注意的是說 這兩個 這兩個式子 你可以把它合成一個 合成哪一個呢 合成這個 合成這個式子 那得到的效果是一模一樣的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可以這樣寫 所以我們上次講過 用叫Euler Identity 有沒有 1的Iθ等於cosθ 加上I乘上sinθ 這是一個橫等式 那既然那個式子成體 我就直接這樣寫就可以了 因為這邊這個就是它的角度 T就是它的角度 T在這裡 然後這個就是它的長度 這個一定要注意喔 所以你看到這樣的寫 你要知道 心裡知道它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你要了解 好 那剩下就畫出來 畫出來就解決了 畫出來圖長什麼樣子呢 畫出來圖長的是這個樣子 很難想像 我會 就看那個Z的三次方-1的角度 為什麼出現這樣的圖 的確是很難想像 但你看到這個圖呢 你會覺得不太對 為什麼 我們已經講的是 我要畫的是極坐標 為什麼這邊還是出現一個 直角坐標在上面 所以另外一個方式呢 我就可以把坐標走也一起換掉 那要換的做法呢 是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比較快的做法 以前做法比較麻煩一點 我就產生一個 H等於polar 001 會先產生極坐標上面的一直線 我可以打出來各位看一下 polar 我先把它 把所有的東西都先關掉 會打出來 這有極坐標就出來了 那我畫出一條實線 00 01 0 這個是角度 這個是長度 角度是0 長度也是0 那就在這一點 角度是0 長度是1 那就在這一點 就把這條線拉出來 一個極坐標出來 我再把極坐標的東西上面把它拿掉 H拿掉 H拿掉 就把這塊拿掉 拿掉以後上面就沒有東西了 譬如說 我deleteH 有沒有 拿掉上面就沒有 把原先上面有一條線 我就把它拿掉了 那拿掉至少我這個坐標還留在這裡 那這時候hold on 再把這個contour整個把它疊上去 最後得到的圖就會變漂亮很多 就會得到這樣的一個圖 有沒有 就會得到一個整個在極坐標上面的圖 所以就是在極坐標上面畫出一個 等高線的方法 同時用極坐標的圖軸來畫 那如果要同時畫出區面和等高線呢 怎麼做 你先把圖畫出來 這邊是 這邊看起來很複雜 甚至跟前面都很像 一步一步來做 TR 然後產生XY 然後Z等於這個東西 然後Z的三次方-1 然後再畫出一條直線出來 把它拿掉 hold on 把contour放上去 再把ServiceX放上去 再hold off 再取一個固定的角度 所以就越來越複雜 你就要一步一步 按步就翻去把它做出來 最後得到圖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很難想像 Z的三次方-1的絕對值 長出來是這樣 好像一個 這不知道是什麼圖 馬鞍狀的圖 三邊高起 中間滴下去 所以在極座標上面 同時要畫區面 和畫等高線 就按照這個方式 就可以把它畫出來 好,那這邊有幾個特殊指令 這邊我就不仔細講 我們剛剛都講過了 所以你可以看這幾個 整理的圖表 就可以回想一下 這幾個函數 各有什麼樣的功能 好,那面的在5.300以後呢 又支援叫 Volume Visualization 那這就是一個更複雜的topic 我們這邊只是秀幾個圖 給你看而已 我們就是不仔細說明這邊 這邊它各個函數的功能 這邊好幾個整個列表列出來 我們看最後的結果 好,看這個圖 這圖我上次好像講過 我現在說明 這是美國西海岸 中間是舊金山 下面是LA 上面是西雅圖 右邊這邊是東海岸 上面是Boston 下面可能是Florida 那它在某一天的情況下 它風速的分布是這個樣子 那它就畫出一個小箭頭 每一個箭頭就代表風的方向 那像這裡 這裡有一個綠色的線 就代表說 我從這裡放一個小羽毛 它一路飄 那飄的路徑是什麼樣子 那你可以發覺 這邊代表這個風的方向 但是並不足以顯示說 這邊有一個龍捲風在這裡 所以你放一根羽毛在這裡 飄飄飄在這裡 開始在打轉 你知道 你知道 表示這可能在哪裡 可能在德州還是在哪裡 有一個龍捲風在這裡 那這樣的話 就是用很多不同的各式各樣的方式 來讓你看說 這整個風向的分布是什麼樣子 其實這是很重要的一門學問 就像我們看那個 各位在播報氣象的時候 你們在畫很多圖給你 什麼高氣壓站 地氣壓站 很多東西 都是需要 用這種 Visualization 就是用 用很多東西讓你能夠看得到 然後知道它的意義 然後就可以想像說 中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像這裡你一看就知道 有一個龍捲風在這裡 因為進來在這裡一直轉一直轉 但這邊細節 這邊因為太複雜 所以我們這邊就暫時跳過去 不再講這些東西 將來如果各位有做project 或是你的研究 有需要用到這些東西 你就可以進來 比如打VOL 還有VC就會有很多demo出來 你就可以在裡面選 選你要的comment 然後來把你的圖形呈現出來 好 我們這一張算是結束了 今天我們還要把第六章講完 第六章實際上是很簡單的一張 第六章叫做MateLab的動畫製作 但這一章以前是比較困難 現在就整個事情都變得很簡單 因為以前整個電腦都很慢 很慢的情況下很多東西都要先 做好 儲存到記憶體 然後要播放的時候把東西叫出來 呈現在螢幕上面 它只要快速的播放 你就達到動畫的效果 所以你記憶體要夠大 然後你計算慢沒關係 算完以後再放到裡面 然後再一次產生出來 但現在我發覺電腦快得不得了 所以我這邊很多的範例 就變得有點笨笨的 有點看起來呆呆的 其實可以不要這樣做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這些事情 首先各位知道動畫的概念 原先我們講的是一個影像 你看到一個影像 你知道這邊有一個圖 然後這邊裡面有一輛車子有一個人 但是一定要產生動畫 就是很快的幫它秀出來 如果你一秒鐘能夠到幾張 到24張 一秒鐘秀20張圖 你就有視覺佔留的效果 你會覺得好像這個人在動 或是車子整個就動起來了 我想各位這個概念都了解 都還算滿直覺的 那在Made Line裡面產生動畫 有兩種方式 一種叫電影 電影方式就是好像在拍電影一樣 就是把它全部拍下來 放到記憶體裡面 然後才一次再很快的放出來 那第二種是利用物件 假設這一條曲線就是一個物件 那這曲線裡面 它有它的X座標跟Y座標 那我快速去改變它的X座標跟Y座標 這個圖就會一直在變 那其他東西不變 你就看到這條曲線好像一條蛇一樣 會在那邊跳來跳去 這樣就達到動畫的效果 那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呢 就是如果你用電影的方式 你必須把每個畫面儲存下來 會花掉 必須佔用很大的空間 那物件方式就不需要 你不用事先儲存 然後它還可以即時的去改變它 所以你可以即時的 就可以看到它變化的效果 那電影都是這樣 事先先做好 那像我們在看 各位看玩具總動員 它用的是哪一種 第一個 如果我們看的是 最近不是很流行 國片那個叫什麼 九把刀拍的那部電影叫什麼 什麼那一年 我們一起追你來 那一種電影不用講 那就是電影 就真正的電影 你不可能採用物件的方式 有啦 物件就真的是一個人 就是我要拍 這就是一個人 這個物件就走來走去 那我就拍 它也是一個物件 那你沒辦法控制它 你沒辦法說挑幾個參數它就開始在笑 挑幾個參數它就開始在哭 那是不可能的 它就是一個物件 但是它是一個自然的物件 而不是artificial 不是電腦裡的物件 然後在玩具總動員裡面 它裡面就有很多玩具 不是有幾個主角 有一個牛仔嗎 那個牛仔叫什麼名字 武迪 我忘了它叫什麼名字 或是以前那部電影叫瓦利 有沒有一個小機器人 那就是一個物件 它在電腦裡就是一個資料結構 這個資料結構 它有包含它裡面的各式各樣線 有它的形狀 它的外型 它的顏色 它可以做什麼動作 可以變大變小 挑戰什麼參數等等 那個就真的是一個物件 那你要設計劇情的時候 它從那裡走到哪裡 露出一個很誇張的表情 然後又轉一個方向等等 就是要事先把路線規劃好 然後就利用物件的方式去改變它 然後它就一路一路把所有的動作全部做出來 做完之後全部把它紀錄下來 然後就變成我們的電影 所以這兩個基本上的不同就在這裡 所以但是它沒有辦法即時 立刻說 我規劃這樣做 然後就把它做完 然後一邊做的過程 一邊在播電影 那是不可能 因為我們播電影就是一分鐘 一秒鐘要有24個frame進來 那它的計算速度沒有那麼快 所以這時候呢 雖然是用物件產生 最後還是用電影的方式來呈現 好 我們來看用電影的方式產生動畫 但是先跟各位講 這個範例有問題 因為我剛剛在跑的時候 才發現怎麼不walk 所以用電影的方式產生動畫 我們這一部分呢 我們先跳過去 我再下一次把它整理完以後 再說明給各位看 那今天我們的作業呢 也沒有牽涉到用電影的方式產生動畫 所以各位不用擔心 所以我們直接來看說 怎麼樣用物件的方式產生動畫 我們剛剛講電影的方式呢 就是你一張一張每一個frame都要記錄下來 所以它可以說是暴力法 就需要大量儲存空間 然後一起把它 就是把它Display出來 另外呢 用物件的方式產生動畫呢 就可以產生即時的效果 我可以臨時去控制它的參數 我改變它的參數 然後它立刻就有不同的呈現方式 那這邊特別說明 MateLab所有的圖形元件 不管是曲線 曲面 圖軸等等 它都是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呢 我們在MateLab裡面稱為叫 Handle Graphics 叫握把 式子圖形 那我前面講過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Object Oriented Graphics 所以它都是一個物件 那這個物件 你拿到這個物件以後 你可以改變它各式各樣的性質 它在螢幕上就會出現 不同的形狀或是顏色等等 好 我們舉一個最簡單的物件來講 一條曲線就是一個物件 那這曲線裡面它有什麼呢 它有Xdata 代表它的X軸的值 它有Ydata 代表在Y軸的值 它有Erase Mode 這個就是比較tricky的地方 這個都很容易了解 Xdata Ydata 我畫出一條曲線 我的X軸的資料就是一個向量 Y軸的資料也是一個向量 那Erase Mode 代表曲線被抹除的方式 就是說我原先曲線畫在這裡 但是我當Xdata或Ydata被改變的時候 舊曲線要怎麼處理 譬如說原來的曲線我畫在這裡 那可能下面有另外一條曲線在這裡 不一樣 在這裡有交錯 那現在當我把藍色這條曲線 要把它變換位置 譬如說變成這個樣子的時候 它可能要變成這個樣子 有沒有稍微跟前面不一樣 可能Y的值全部剪掉一個值 往它下降一點點 那這時候原來的曲線你要怎麼處理 那這就叫做Erase Mode 就是曲線 舊曲線被抹掉的方式 叫Erase Mode 那麼Erase Mode 這邊就對動畫呈現很重要 就是Erase Mode有幾種情況 一種叫Normal Normal就是我重畫 我這條曲線整個就拿掉 那這是重畫一遍 那這是最花時間的做法 一種叫Exclusive Or 將舊曲線的點 以Exclusive Or的方式來還原 那這我要特別說明一下 那Background 我將舊曲線 舊曲線全部改成背景顏色 那這也是很簡單 背景是黑色我就改黑色 背景是白色我就改白色 另外一種是完全不處理 我從這一條藍色曲線 畫成綠色曲線之後 我藍色曲線就放在那裡 我就不動它 所以就叫None 就是什麼事情都不做 那Exclusive Or這裡呢 這個我要特別說明一下 什麼叫Exclusive Or 我們畫一個真指標 就是我畫白色的 我這邊只是要說明一件事情 各位學過計算機概論 那Exclusive Or是什麼意思 就是進來兩個Input都是Binary 如果兩個都是0 或是兩個都是1 我的Output就是0 他說一個是0一個是1 我Output就是1 那你會發現一個現象 就是X和Y做Exclusive Or Exclusive Or是寫成這樣子 對不對 X和Y做Exclusive Or 但是如果做兩遍的話 再做一遍 會等於X 會回到等於X 抱歉這裡少寫一樣東西 對Y做一遍 再做一遍 又會回到X 這個有沒有學過 但是有沒有學過沒關係 這種東西就是真指標 把它True Stable畫出來就解決了 比如說XY XY只有其中可能 0 0 0 1 1 1 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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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算XY 這邊算XY 這邊就得到0 0 0 得到多少 0 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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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這就是Exclusive Or的定義 對不對 你再做一遍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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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 x 所以这个是永远成立的 这个是指 所以大家在这边做exclusive all的意思就是说 它原先要画蓝色的 它一碰到 碰到红色的 那它画的颜色就会变成 变成 X 这两个都颜色嘛 颜色作为exclusive all 所以在两个交接点 你会发觉它出现一个很奇怪的颜色 那当它要离开的时候呢 它就把原先的颜色再做一遍 再做一遍exclusive all 那原来的曲线的颜色就会被保留住 回到原来的颜色 我这边X指的就是红色 X指的是红色 Y指的就是 蓝色这一条 蓝色这一条 所以我发现这样 它一旦盖到后面的物件的时候 它出现颜色 你认为它是exclusive all的 erase mode 它出现颜色就是 X exclusive all Y 那一旦它离开的时候 它会把原先的颜色 再对Y做一次exclusive all 就会回到原来的颜色 基本上概念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边你大概知道说 这exclusive all就是有这样的功能 它能够很快地回复原来的颜色 就是做两遍就可以达到原先的效果 那这四种erase mode 耗费时间的顺序呢 normal最久 因为全部重化 exclusive all次久 稍微跨一点 background最简单 我就把它改成background的颜色 none就什么事都不做 就把它保留住 但exclusive all和background很接近 但是background会抹去 其他旧曲线的时候 少过的其他物件 我们来看一下就知道 我们来看一个范例 我们直接看这里 在这个范例里面 我这边X是0到8π 每一次跳0.1 然后我画X和sinX 乘上exponential负X除以5 这边也是一条正悬波 但是它的正幅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那我设定这一条曲线 它的exclusive all 它的erase mode是exclusive all 所以这边erase mode XOR 那它就知道说这条曲线 每次盖到整条曲线 呈现的颜色 它要离开的时候 都用exclusive all来做改变 然后我把axis 设定图轴范围 grid on把隔线画出来 然后fold loop跑5000遍 每一次我先把y的值产生 然后我直接设定h h就是这条曲线 设定h的y data 等于新的y 这次请它draw now draw now的意思就是表示 立刻反映上去 立刻把图画出来 如果你不下这个draw now的话 它不会画 它会停在那里 每天预设它就会等 等你所有的变化全部跑完以后 一次再帮你改变 但我们现在想看到的是动画 所以这边就请它说 立刻把它佐脑 立刻把图画出来 我们来看看最后的效果是怎么样 发现我的目录不对 有没有 你可以看到一条曲线 在斗退路一路往后面跑 那自然因为它变化了很快 有时候看不太出来 但是因为有excuse of 它这边还没有牵涉到说 碰到其他物件会怎么变化 那我们来改一下它的程式 各位看看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 第一个我把erase mode改成 background 改成background的效果 它就直接把颜色扫过去之后 它全部把它改成背景颜色 之后它就会把格线吃掉 颜色的格线就会不见了 因为它只要被它扫到就变白色 扫到就变白色 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效果 有没有 因为它扫得太快了 一下就不见了 后面的格线就全部被它吃掉了 再看一遍 一下就被吃掉 所以你看不到 好 这次就是我把它的颜色改成背光 另外一种我是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做的意思就是 颜色画过一遍 下次再画 颜色一直叠上去 你就看到一大片蓝色的东西在上面 有没有看到 东西跑得蛮快 再跑一遍 就一扫过去 颜色全部变掉 或者是我把它改 改 这里改成 除以200好了 这样会不会慢一点 这样就比较慢一点 整个把它盖掉 500好了 这样可能更清楚 它一直长进去 全部 因为旧的曲线 我通通不做任何事情 颜色就会一直留在上面 所以这就是产生动画的效果 当然我可以再回到前面 譬如说我改的是 exclusive all 这时候应该会画慢一点 就画比较慢 因为我刚刚改变了一个参数 它现在就画得比较慢 但是在这里 你也可以发觉一个怪现象 它会把一些 你看它这里 这里有没有看到 白白的一小块 还是黄色的 有没有在这里 这是exclusive all 产生的结果 有没有 黄色一小块 它就是跟 跟它的这条曲线 盖到这个图轴 那它就去做exclusive all 所以产生黄色的一小段 那最后我们 我们刚刚看得太快了 我们现在看它慢慢的 慢慢的把背景消掉了 这是把背景消掉的效果 有没有 只要虚线扫过去 那个隔线就不见了 它就把背景值的颜色 直接盖上去 那这边一整条线都不见了 有没有看到 这边一整条线 本来要是要黑线的 因为它扫过去离开 它就把它塞背景颜色 所以这个轴就全部不见了 好 最后回到normal 假设这边你打normal呢 它一样可以做 就会发现它更慢 因为normal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每一次 你要这个区间要改变的话 我整张组全部重划一遍 那整个就变慢吞吞的 这就是相当慢 但是因为电脑还算快 所以其实它是相对而言 比exclusive OR 还要慢一点 但是真正在跑的时候 其实并不慢 好 我先把这些全部都 Ctrl Z 变回来 所以这个是刚刚图形的效果 这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解释 但是我就不仔细讲了 那如果你的电脑够快 其实就通通不用 像这个就很简单 这一段程式码跟前面 完全一模一样 我一直差别是 我没有设定exclusive OR 我就是跑5000遍 每一次我就把图画出来 然后上面照做 所以这个效果就完全等同于 我们前面讲的normal的效果 哇 没电了 等一下 不插也不行 一插上去就有怪声音 这样也不行啊 我刚刚下课的时候忘了充电 Battery Saving 看到能够撑多久 所以你跑这个层次码就很 就 当场死给我看 有错了 也这么不给我面子 那你如果直接跑这段程式码呢 就是 7% 好 看能撑多久 差不多快结束了 这个Movie 042 有没有 这就会变这么慢 它完全是用normal的形式在跑 当然啦 我已经切换成Battery Saving的Mode 所以就更慢了 所以就慢得不得了 但是其实它一样有动画的效果 所以就是因为电脑变快了 你就不需要做各式各样 处理颜色 要把它扫掉 要把它变色那一部分 你就不用去管它 你就直接画 这算效果也还不错 这就是动画 好 其他有很多demo呢 这个我们上次有看过 这边都是用动画来呈现 像Lawrence 就是3D有没有 好像一个彗星在跑 绕着两个圆星这样跑跑跑跑跑 然后又跑到另外一边去跑跑跑 我们讲chaotic equation 这个我们讲过 还有Trust 就是一个桥梁在震动的时候 两边同时震 两边高地震 不一样 它有各式各样的模型 震动的模式会跑出来 那travel是如果用random search的方式找出 来解这个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 各位有修过 如果有修过演算法 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如果你用暴力法来解 你可以就是 这个traveling salesman problem 就是有一个人 他要去拜访 比如说50座城市 他要全部走一遍 那请问最短的走法是要怎么走 那暴力法就是我50 50个城市 我就全部排列出来 有50的阶层这么多 我就暴力法 我就可以找到答案 把这50种走法 全部算看距离 最短的是哪一个 但这个问题很麻烦 就是说你多一座城市 从50座城市 你要50阶层 到51座城市 就是51阶层 51阶层比50阶层多多少倍 多51倍 那你要 也变成52座城市的时候 它又多多少倍 那变成51乘52倍 一下就爆掉 你根本没办法算 所以这个是 这个哇 这下真的不行了 所以那些demo 就各位让我回去可以 在投影片上面 各位可以直接去玩看看 就看MateLab 怎样呈现 手要打到的效果 好 我 还有些东西要讲 不过 我想这个作业 其实我上面 都描述的蛮明确的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早一点 让各位去做作业好了 好 我们今天先上到这里 我自己就会让我来说 我上次就会让你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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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